马太福音十章一节七节 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 能赶足乌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 随走随传说天国尽了 权柄可以翻译为权柄或能力 耶稣当年赐给十二个门徒的权柄 他也同样的赐给了每一位信靠他的人 主并没有只赐能力给传道人 他赐权柄给每一个基督徒 随走随传说在原文里面 随走说都是现在分词 表明门徒们一面持续地走出去 一面传讲福音 而他们传讲的信息内容是天国尽了 天国的降临是主教导门徒祷告的优先次序 天国尽呢也是施洗约翰和耶稣传道的中心主题 在今天新冠状肺炎疫情肆虐的当下 这也正是我们传讲福音的最佳主题 末世的临近主要快来 永远的生命或永远的沉沦 这些都是今天人们所关心的问题 但愿神的儿女都要兴起 走出去传讲着天国的福音 鼓励弟兄姐妹 凭信心支取主所应许的权柄和圣灵的能力 走出教会的四面墙 走到你的邻里街坊 小区大楼 甚至海外异文化的族群中间 传扬天国尽了 要悔改 信福音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